我不要用的资料全部都拿掉 所以在这个地方 针对这个查询 这个活跃部查询 如果你没有 我还是要提醒你 它在哪里 它在 如果你没有 就是没有看到这个活跃部查询 我先关掉好了 它其实是在这个 我去哪 对不起 在资料的显示窗格 可以吗 这是很难联想 有时候它真的不会自动跳出来 好 可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有出现了 所以我们快速点两下 如果没有出现这一个活跃部查询 那你要进行这个资料的编辑 怎么做呢 就先到资料底下的显示窗格 就是这个活跃部查询 然后快速点两下 People1 我要特别提醒你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 Power Query编辑器 这个活跃部查询 对 无许 对 对 我们再进入一种